我剛剛已經把這個加強版的部分把它下載下來 當然你用我們電腦裡面安裝的也可以 可是它裡面的這些模型就稍微比較少 就內建的官方內建的 那如果你從我們剛剛的那個 雲端硬碟把加強版下載下來你可以按右鍵 直接解壓縮致詞就好 因為那個資料角我幫你留著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我已經解壓縮完了在這裡 有沒有可惜式的版本點開 裡面也有一個執行檔你可以64或86這個就32會員了都可以用 所以你在Windows SP即使你電腦系統比較舊也可以用 它就是都OK的所以你這個把它打開 它可以同時執行好幾個啦 只是說這裡你現在看到這個版本是這樣子 來我幫你做個註解 你不知道這樣可以memo一下嗎 有沒有 然後我就縮小一點 不能 也可以這樣玩啊 對啊 就好像便利貼一樣啊 你放心這個 部落格上絕對有介紹 而且我有放在這裡 只是 沒有跟特別跟各位講 就是在這個 數位教材編輯 我用的軟體叫做這個 Sneep Paste 就是除了我們抓螢幕畫面之外也可以當便利貼來用 事實上是蠻好用的啦 而且 免費免安裝 就還不錯 不過Mac 暫時還沒有 他有說要但是還沒有寫完 所以 所以我沒有辦法告訴你他什麼時候會有 來比較一下 你剛剛看到是這裡對不對 有沒有 是這樣 那我這邊呢 有沒有發現模型比較多 對吧 而且上面工具這裡 有沒有還比較多 這裡 這邊是沒有的 有差別吧 所以 以我們做 使用3D來講 是不會差太多 就是做那個 虛擬背景來講 還好啦 反正模型可以到處都找 都有 只是我先把你放進來而已 好 那 你先看一下 預設的話你打開之後啊 你 首先會發現 檢視模型的方法不一樣 預設是用這一種 你們用的是這一種 我用的是這一種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種比較 比較人性化一點 左邊的比較人性化對不對 可是相對啦 對於 電腦的效能比較差的 右手邊的 會比較快 因為左手邊要預覽嘛 所以會比較慢一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這樣的請來這裡 我先收到旁邊 站到旁邊 這個地方 檔案裡面有沒有叫參數設置 你可以來這裡 先把它改變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原本叫 樹狀列表 改成 搜索列表 因為你改成這樣子之後呢 對 還有一個我通常會在啟用一下就是這個 我會改的就是這兩個地方 預設值 一個就變成這種 顯示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 以物件為中心 也就是待會你選到3D模型 它就把你放在什麼 畫面的正中間 所以通常我會把這兩個 預設值稍微 改變一下 好了之後你看我上面 可不可以用 關鍵字 比如說我要找一個 E字 有沒有發現只要是1的全部跑出來 這樣了解 就是搜索的時候比較方便 這是第一個 待會兒呢 你可以調整一下的 各位調整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就從哪裡 從我們上面抓一個你喜歡的 好不好 你把它抓下來之後呢 我來開啟 像我在這邊已經有了 已經有一個 在這邊 你們可以直接點兩下打開 我是不行啦 因為我的是免安裝嘛 對不對 免安裝的如果你回去用的時候呢 就變成說 你必須要先把軟體打開之後 用開啟救檔的方法 因為他沒有做關聯 就不能像那個office一樣 可是沒關係 我放到桌面上來 好這個我就讓他過去了 銷毀 或關閉都可以 有沒有出來了 對不對 萬一你覺得壁如 你不喜歡 你就把它刪掉 先不要刪掉好了啦 不要一來就破壞嘛 你就改變位置 你看 可不可以擺到這裡來 無謂人說擺這裡比較好 對不對 大小可不可以改變一下 可以啊 自己改變一下 有沒有 你這 椅子 花瓶 我都是獨立出來的 花瓶如果你覺得要擺在這邊 有空中花格的 在這邊有沒有 拉過來 這些都可以 但是拉過來 你有發現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好像會被罵 有沒有 這樣子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往前進一點 這裡 有沒有砍到那個裡面去了 所以高度要不要調整一下 要 在這邊 你看這裡 點到一個物件 我先點到大的 這個沙發 你比較看得清楚 你看這邊 點到一個物件之後 有沒有發現 四個角落有不同的圖示 就是 1 2 3 4 有沒有 這四個 單純的 看到這個沒有問題 旋轉 轉角度 這一個呢 就是 調整 3D模型的高度而已 這是調整 3D模型的 水平的 這個面積 好 那 右上角這一種的 就是 他 中文翻作 懸空高度 就是我們模型的高度 這樣了解嗎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用小的 給你看 這一個 這個小的 來 稍微拉過來一點 點到他 按 你有沒有覺得花瓶 可以的 對不對 我就把位置就調好了 那如果你這些不喜歡 怎麼辦 沒關係 你真的可以怎麼樣 我先攝影機後退一點喔 對了 因為我這裡有用攝影機 所以如果你要像我這樣前進後退的話 我有偷偷按一個快速鍵喔 我偷偷按哪一個 好像跟 剛剛那個裁切一樣的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沒有按的時候 是攝影機 上 上 下 下 這樣 這樣 知道那個 電視節目要怎麼 點點頭了嗎 這樣了解齁 你有沒有 不小心看到我們 屋頂了 所以如果你按 ALT 那就是 照著這個 依照你指定的角度 滑鼠按著拖曳 有沒有往前進 看那台攝影機的 有沒有 有錄過了 好 這樣前進 前進 前進 這樣可以喔 OK 所以 你如果 真的 你想要有自己的模型 你可以從左手邊 你看 找到 比如辦公室好了 看你要什麼模型 少一台螢幕 你就按著丟出來 看你要放哪邊 我們就來看看 這裡 上面這個地方 這裡 你可以縮放一下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這有放大鏡 這裡有放大鏡 放大鏡是控制上面2D的 所以我可以稍微縮小一點 其實平常我會用快速鍵啦 不過因為 各位剛開始用 我們先不要講太多快速鍵 你比較不會灰底 有沒有開一台螢幕了 那因為桌上 有空間了嘛 你就把它拉拉拉拉拉過來 你看 多麼乖 他知道 雖然他不是寵物 可是知道到桌子 就要自己跳上來 哈哈 這樣還可以嗎 請問 螢幕上可不可以播我們的 自己的東西 可以 但是不能播影片啦 只能放 圖片 只能放圖片 待會再跟各位介紹 好不好 你可以先看看 這個現場 今天你是主人的話 你們家 風水 你要怎麼擺 你們自己割中 其實這個軟體 他原本是要拿來做什麼 室內設計的 可是實在是超簡單 所以我就把它 順便拿到虛擬攝影盆 來當作是我們那個虛擬攝影盆的 3D場景的設計 真的也蠻簡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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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